被上班族們大推的韓劇就算死也喜歡 27日晚間舉辦了沙青燕 爆笑不燒腦的劇情 可是上班族們每星期避追的娛樂消遣 而努力帶給觀眾歡樂們的演員們 終於在今晚有時間好好犒賞自己 紛紛現身沙青燕準備放鬆一下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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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